大家好,欢迎收睇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 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 Sir 大大获了,大大获了 今次和大家讲一下逃脱大师成哥 发威了,有些之前说他发穷恶 神经的,他怎么会穷呢,这么有钱,对不对 今次想说,他那个Leo 洪水桥这个新盘 之前不断开卖,接着有些人砍订又再重售 之前他也说,有机会追收这些差价 万一那些人砍订,今次真是义真,出卖律师信 对于今次这件事 Ivan Sir非常详细,大家都问,有些人问我 我是不是只读新闻 我做了很多分析和研究,是为了今次的事件 想和大家真真正订论这件事,我相信 我津合了所有,包括有几个律师的意见 他们网上的资料,几个台不同的分析 整合给大家听,究竟现在是什么事呢 今集内容非常丰富,大家真的要听清楚清楚了 因为如果你打算买楼,或者你刚刚买了新楼 或者你真的在等待收楼,究竟在想 工不工,断不断工好呢? 今集内容一定要看到,决定你未来 这一两年,你计不计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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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大家给个like,subscribe和share,吴仔的channel 看看究竟现在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哦,原来呢? 厂室,Leo's这个盘,去年卖得嘻嘻含含含含 大家以为有数位了 01都说地产法是穷恶的 不是,诚哥真有钱 现在追收差价,终于荔珍 不是第一次说的,之前也有说过,最大的单位 或者可能会被收240万左右 很夸张,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究竟现在是拍龙,那些大事了 海拍风,那些有三十几个都要见其职工 涉及到很多钱,每个都跌16% 还有那些拍龙跌十几二十个percent 那些要不要盗洩呢? 如果要追的,坦白说,先追了女小姐 女女女均也撻了2千万订 现在那些跌两成,是不是? 那些真的追不追啊,是不是? 真是,大哥不帮了,当然不帮了 真是要想清楚,究竟人家教科书教你 这样上会是什么?是不是真的要自己去买楼呢? 买了楼之后,别人以含含含含追 你们是不是要跟着追呢? 所以大家真的要知道,楼市今年盈利 真是最差价的第一滴血 未来还有什么楼盘可能会追究呢 今集的内容分享 欢迎大家给大家赞 订阅和分享 吴仔的频道 知识小姐的创作 我也会支持胡说楼市 真的解释得非常详细 我也参考了另一及黑糯米的资料 也希望大家支持他们的创作 我们不是抄袭 我也不会读稿 希望大家留意清楚 究竟什么情况发生 首先说说 郭子威也有威風 之前也说过 哇 多好买 最便宜299万 真正 他也说 楼市这么跌 我们会向塔定买家追回差额 你卖了 真是 尤其是买了这千多万 欲哭无虑 现在总共有好多个单位都打定 之前我听过6个 报纸 也报道这5个 之前770多万 现在重售645万 只是差价 也有130万 哇 打定 这些再重售的话 跌幅16% 哇 去到18%不等 这堆真是不惹小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还有没有人说 哇 现在中原领先之数 跌到139点 有没有理完呢 没有啦 跌幅厉害 跌1.26% 刚刚这个星期 哇 真是 大家是不是被新纳略害怕 呆了呢 是不是 楼市大幅度下跌 据另一报道 他们说 暢失 在洪水桥 追搜差价一事 郭子威都说 我没话说 当然没话说 你之前都说过 不用你说 是不是 诚哥叫到 是不是 不是诚哥 诚哥退休 真的 诚哥的儿子 是 草到的 是不是 什么都 我忍着儿子搞得好 哎 总之要威哥帮忙 当然要威哥 威威了 现在市场透露 最近发生追差价事件 原来这个盘有341伙 没有卖完的 全盘9座 202尺到806尺 我心想 住得这么远 住这么小? 不要紧了 但是 这个盘真的 那时候 5月份已经15宗的撒订 涉及到9100万 这15宗 真是撒订了992万 现在还要追差价 死火了 之前他记者也强调 公司立场 如果单位出现 成交价 搞了撤订之前的价格 有差额 而那些 业主 买家 没有履行承诺 完成交易 他会追收差价 说得出 就做得到 之前我也报导过 这堆 这堆 三伙是开放式的 一伙是 两伙是 一伙是 幅式的 你看到这里 基本上 最便宜 成交价是333万 最贵是1300多万 当中 最高成交的是 撤订前已 1565万 卖出的 如果单计 现在重售1300多万 只追到要追成 240多万 这些差价 我先告诉你 不止这个差价 因为他还有5个 要收回你的钱 哇 很夸张 所以 现在 撤订这些 全部跌15-18% 重售 你说这些差价 追到 10多万 100多万 真的 是否是哭云厕所 不止 是哭云长城 是吗 其实不是第一次 诚实是以前 在大坑的名门 都有追差价 待会再说一说 大哥 他都害怕 你这样追差价 怎么办呢 原来 他现在 胡说流氏又说 喂 真的最近 他 看回一些律师信 对他的报导 原来 那些律师信 长到 水邪信这么长 14天之内 一定要还得到 这些差价 还有 有一堆 费用 包括 他那些什么 离食支出 管理费 还有经纪佣金 律师费 和中置交易费用 利息支出 不是普通的利息 他是按P加2 计算 2023年 计算是7.875厘 有没有封定位 没有封定位 你猜 喂 这些东西也不少 如果是7.875厘 那我真的 以楼价计算 也不少 管理费 我不知道 4-5元一尺 你买了 那些 限定都千多二千元 这些 六七个月 由去年 到现在为止 你想想 那时候 最后一个 单位最后一个成交 是12月27日 限期 他要付钱 还有些宽限期 为什么 一般来说 如果七日之内未付钱 有21日宽限期 但是宽限期之前 不好意思 今年1月16日 你没有付钱 不好意思 你真是 发展商 诚实 可以追求你 去终止交易 出局 终止交易的通知书 但是 法律上没有限制 一定要多少日之内 以过往一个案例 法庭一个案例 根据liquidated damage 约定的违约金 发展商没有责任 要减少一定的损失 以2010年这个案例 但是他一定要有合理的行事 什么叫合理行事 即是要尽量减少 尽量减少买家损失 尽量要卖得出 但是没有一定要减少到多少损失 因此有些楼价这样跌 变成了 去到5月6日 原来 诚哥充于叫马仔 出一封律师信 5月6日 出一封律师信 正式的取消交易 那时候也暴露了 人们怕死了 出封律师信 取消交易 不一定追理 原来现在 就重售 8月19日 5月19日就签了 死火了 原来有撻订的买家 原本想着 被人追多 最多50多万的差价 但是原来 一算 集费 最后要赔 多30多万 总共赔 80万 夸不夸张 当然 他追卖这些 管理费 刚才说了 你追你6个月 7个月管理费 怎么办 经纪佣金 原来收你3% 喂 有没有 有没有单据 买家 是绝对 可以要求 发展商 给经纪佣金 你看 你知道 现在的经纪佣金 表面的3% 暗地里的人 真的不知道 有些听闻 有些 夸张的 例如十几十个佣 什么都有 做大条数 不知道 听闻而已 但是 还有些重授 律师费 我怎么知道 你聘请什么 聘请青红律师 你很麻烦 是不是 如果很贵 怎么办 不知道 中指当然是费用 那些文件费用 那些 又是 当你不狮子开大口 这里都要给多30万 所以 真的 50万 变80万 真是大领落 这么贵 是不是 所以 很多人都 真的 害怕到 腾腾震 那 现在的费用 便宜了 15-18% 怎么办 怎么办 在胡雪楼市 那个节目 也有说过 有人 假设他500多万 买了 重售 买回430多万 差价 95万 计算他给了的订金 实际要给69万 谁知道加加买卖 刚才那些东西真的接近100万 哇 真是 害怕到 腾腾震 其实正常买卖楼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 你买一手楼 大家要知道 买一手楼 你通常怎么办 一定要 下定 通常一来 就先给个小订 小订 你给5% 做一个订金 签个5% 不时买卖合约 过多几日之后 某个日期之前 反悔 不想买了 没所谓的 这个发展商是追不到你的 没关系的 你5日之内 给了个订金 OK 不是 去到Stage 2 当你真正签个 正式的买卖合约 签了之后 你就要给大订的了 给大订的时候 当你 给多5% 什么都好 喂 这些再多些 给得出来 那么 你一定要 根据所有的 Standard Cruz 那些 七日之内 一定要 付钱 如果你不付钱 好 没事的 给多有一天 宽限期来 哈哈哈 再不允许的话 喂 他真是出个中指通司书 真的要追你 那你真的要揹上身 这些全都是 地政总署的资料 说到这些事情 大家真的要看清楚 签临时 最多输5% 哇 你签大订 你真的要想清楚 不是 那当然 你可以 撻订 不是每间发展商都追收你差价的 但是 喂 万一追收 你真的 过往 其实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 不要说小 其他那些发展商 都不一定收 但是慘了 真是这次 喂 大领络了 不是你不是女利贵 不是什么的 人家要收你 真是跟你打官司 为什么 喂 他有合理理由 你一定要跟他 完成交易的 如果你不完成交易 他真的要告你 给他告票 很简单 赔偿算是简单 如果你不接受 警告信 不接受这件事 大家都要有 清楚 可能要上法庭 计算清楚些赔偿 计算清楚些权责 你大领络 慘了 我看过黑糯米 他访问过叶东森律师 Alan Yeap 他也说过 如果你买二手楼 有些人喜欢必买 必买 说得很威风 怕死不买 不买 其实任何一方 都可以终止交易 就算 这个买家 你看到楼市跌 你当然可能终止交易 但是 喂 业主真的可以追收你 差价 那会否告到你上法庭 告到你破产呢 那也不一定 因为业主 都是要谈好 他宁愿卖给另一个 但是真的有责任 可能追回差价 也不奇怪 所以 无论买或卖楼 你都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或者有什么 所以 大家都要想清楚 计算清楚 不是开玩笑 有个 duty to mitigate 所以 大家要怎样去减少 大家的损失 就算楼市如何扔两成三成 都是想大家安乐 大家都可以 共度时间 又不是说 要告到对方死 基本上 希望大家都是和平 不过 真的好像这件事 买家绝对可以要求 发展商详实 你不早点通知取消交易 总议拖三四个月 一月就完成交易 取消省 banco 你午五月 才只可以用正式份支 break 樱基地 çekyok 为什么不早点重售 你是不是跟小иход 买家亦可以继续指 当初 difer contenculation 下到 MATH 才吸引買家呢? 是不是要丟掉辣椒才來呢? 這樣真的很慘 有沒有其他途徑發展商沒有考慮過重售呢? 這些都是一個新變的理由 如果不是每次告到甩褲 買樓而已,想找個安樂窩而已 我深信買這些樓也不是想出租 所以合不合理去減少對方的損失呢? 這也是一個可以爭辯的原因 但是要解釋的話,也有很多東西看 最近,例如柏龍 當初便宜了,比元朗便宜10% 最後,元朗便宜了28% 那些欺負那些 欺負那些 有597個見期買的買家 這裏真的很多 這堆要殺定 至少每個都殺100多萬 看看這個,二座19樓這個單位 780萬 最後,現在 猜猜猜猜只有660萬 只跌了120萬 假設他不買了,死貨了 300多呎的單位都被人追 最差的 還沒計算剛才那些 會不會去追呢? 那不是每個發展商這麼急錢 但是大家自己想 這幾個發展商一齊來 現在外面元朗跌得這麼急錢 是不是? 所以這裏要殺定也殺了不少 所以你不是職工 見期付款 等到無限遠 還有 這個海拍峰 這個1B座 這個單位 當初700多萬 成交300多呎 現在 跌了只有600多萬 只是跌了122萬 那裏 類似的買家都有324個 都是見期買的 糟了 700多萬 就沒有100多萬 如果真的被人追求差價 那管理費是甚麼? 起碼沒有100多萬 所以是否真的要這樣呢? 要這樣弄成這樣呢? 其實真的 是否要拖一拖樓市? 哈哈哈 解納一次 真是 搞不定 怎樣設定 怎樣可以 救到樓市 你都要鬆綁多些 否則很多業主 真的不是忍耻 哈哈哈 真是哭崩 所以 現在 之前那些 拆訂這些 追收差價 這些 已經 長實都試過 以前 大坑 都是用4個 拆訂買家 追收過 就是入品 索償6千萬 所以這些 是否是半山一號 這些 不懂得說這個 什麼名字 唉呀 真是 太可憐了 你說好像 成哥之前的半山 玻璃 玻璃 那些 一拆 一拆 那些 一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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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哈哈哈 但是 都要看別人 有沒有薄面 明白嗎 小業主 小投資者 是不是被他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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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預期下跌 他當然預期早點買 現在不是的 現在的市勢 誰知道一定會大賺特賺 所以 接下來 市場多空險 你又不知道 是不是 接下來 經濟又再加息 可能再跌 也不奇怪 正常就不會 但是大家要看清楚 因為去年 2023年 全年 有266宗塔訂 只是發展商 也殺了3.4億的訂 嘩 這裏真的超級多 唉 所以大家 真的 想清楚 買房子 是不是自住呢 是自住的 你有沒有預期 跌幅還有一成 或者兩成 你只是給5%訂 或者10%訂 真的 或者借一兩成的錢 真的隨時 再急跌一兩成 真的變負資產 發展商 他是有這樣的責任 可能追收差價 或者損失 所以大家 想清楚 以前波魯道 208億也太多 只是殺訂金 20億 其他 很多天價 樓盤 之前賣出去 現在真的 不要為一民不值 跌三四成 都有 所以那些 會不會追收差價呢 大家真的 但有些事情 我很肯定 例如剛剛拍衛心 星期五 只賣了7伙 唉 慘 還有一千伙 怎麼賣 所以他只賣了299伙 屠現20億 新世界 發威 鄭志光有水運 哈哈哈哈 但是他也 借不少錢 究竟要怎麼集資 怎麼發債 還是怎樣 還有這個 12B期 剛剛也賣了23貨 算是這樣 匯德鋒好東西 有些西餅客 我說西餅客 不是西餅客 西餅客 一買就買六個單位 這些時勢 夠膽入市 都很厲害 真的 所以 將軍澳 似乎 有些新樓也賣得出 但別人都是 原價加推 或者 真的不敢 開天殺價 但是二手就慘了 首都三座 一個 最新的單位 704呎 賣得550萬 尺價跌穿8000元 去到歷史 八年的低位 究竟現在這個市況 究竟是 是 事兇事險 究竟應該要怎樣去投資 接下來 這個帕龍 這樣上路 這個帕龍 都落成 但是去到 下年3月 拖拖拖 究竟中間有什麼因素的影響呢 見其那群人 會不會上不到車呢 就算上到車 又怎樣呢 喂 真的 現在要想很多事情 中間他們說什麼 很多關鍵因素 又 工人罷工 又 保暖 喂 是不是一個不可抗力的天災因素 搞到要延遲呢 這樣 那 真是 他說 他說 但是 接下來 價錢 去到明年3月 會不會利息減 減了半厘一厘 會又好些呢 真的不知道 所以大家 看清楚 量度清楚 我覺得到不如 那價錢穩陣些 才買樓入市 是不是 但是當然 你真的很急 沒有樓住的 我又不想租樓 一定要買的 如果自住一個人 買一個小單位 沒什麼問題 但是真的 喂 寧願一些事 找些二手劈價盤 銀主盤 找些好些盤 買新樓 喂 真是被人追差價 真的不是你老禮 所以大家 真的想清想錯 哎呀 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 看看究竟現在什麼情況 因為現在 周圍都召喚 是不是 連Lofoland之前都要召喚 商業那些更加不用說 銀行都為求自保 好了 所以銀行 金管局都說 你不如看一面 是不是 不知道 喂 人家做生意而已 所以大家想清楚 究竟現在 新盤都是求量 就批求價 一直劈 那 3月的時候 零動工 還有很多 銀鑽盤 湧燃 大家 是不是真的要 去投資呢 所以大家真的想清楚 這些新聞 看清楚 我始終覺得 現在 喂 息口高企 收下息 很重要 還有 發展商有這麼多的子彈 我估計 那些房子 加起來 十萬個供應 接下來 怎麼可以消化得完呢 所以什麼時候都說 海洛空三分的策略分散投資 令我們將來有個被動收入 每個月 都有些利息收 買些債券 買些基金 就算減少手續費 我拿了五年 平均每年都有7厘的回報 OK 是不是 7厘利息 不錯 我和五仔都這樣 所以 你 100萬 你當然可以 買樓 拿來下訂 但是 還是你想每個月 有7千元利息收 還是我不是 有50萬都可以有3千5元利息收 這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 不是投資建議 但是儲錢就一定要儲 好像我二十五歲開始 每個月儲一萬元 儲到我四十三歲 每個月可以萬元萬元 不斷地拿 你想早點退休 遲些退休 究竟是怎樣做呢 去退休的時候 每個月 五萬元五萬元的收息 還是我只是簡單單單單 每個月儲三千元 都有到時萬多元的收息 你真的要想一下 退休是一個什麼生活 起碼現在為儲蓄 做定期也好 做什麼也好 很多也有四點幾厘 你怎麼可以每年收到這個利息 將來 再高點的利息 每年五厘六厘 不斷地拿 拿到你死 拿到你去退休的時候 安枕無休 去複息增長 希望大家支持小弟的創作 大家最重要 就算被人哄了賣樓 也要看回自身的能力 都是這樣說 現在這一刻 沒辦法 Cash is king 大家要記下這句話 Cash is king Cash is king 所以他真的要 打星十二分精神 怎樣去投資 現在也是一個最後買債券的機會 因為快要減息 還有下個月 政府有些什麼 銀債又下債 絕對應該要留一點點 不金 想知道一些 怎樣可以上網 禁制 買到債券 一千元也能買到 當然要看我一千個收息理由 還有 多些關於陸軍 海軍 空軍的事情 可以看我二千個收息理由 很多不同 投資理財退休的計劃 想像五仔一樣 輕鬆收息 在外地生活 怎樣可以 節省資源 成本 更加要提到 三歲人八十 怎樣去記帳 怎樣可以儲錢 怎樣令到自己 有一個活源不絕 的複釋效果 那一定看我本身書 新書 還有我的 退休計算表 你們知道自己退休 要花多少錢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懂得 微與筹謀 多謝大家 可以Google search 你給老闆做 或者一千個收息理由 來到我的網站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